天空掉落一本黑色笔记本 诡异的是 这本黑色笔记 似乎连雨水都惧怕它 只要在笔记本上 随便写下一个人的名字 谁就会立马死掉 而且是蹊跷流血 没法救治的那种 其实笔记本里面 赞助着一位死神 并且和人类已经达成协议 看视频 记得点赞加关注 这本黑色笔记 就不会伤害你 与此同时 掉落的笔记本 刚好被下班的大壮捡到 看向四周无人 大壮便把笔记本 带回了家中 当他打开笔记本时 里面写着 只要写下谁的名字 谁就会死 大壮只是呵呵一笑 就在这时 电视播报一起杀人事件 为了验证笔记本的真假 于是将凶手的名字写了上去 等到第二天 大壮突然在报纸上发现 凶手在昨晚竟离起死亡 这让他一脸茫然 看来这本笔记本 真的能够杀人 接着 大壮再次写下 经常欺负他的小混混的名字 没过多久 只见混混双手捂住胸口 直接倒地领了盒饭 而大壮也越玩越上瘾 为了承恶扬善 他再次写下罪犯的名字 结果罪犯直接突发心脏 并倒地身亡 一时间 借各地就不断有犯人离奇身亡 很快 这件事就引起警方的高度重视 并全市召开新闻直播 声称一定找到嫌疑人 另一边 大壮正在回家的路上 突然听见有人在叫自己 抬头一看 此人正是笔记本里的死神阁下